本期视频来排列一下六位水影 看看他们之中谁的实力最强 谁对村子的贡献最大 白莲是水之国圣经百战的老战士 从他锯齿状的牙齿推测 白莲十有八九也是人道的持有者 他在艰苦的战国时代一手创建了五影村 并带领村子机身五大忍村之列 可见实力不凡 在第一次五影会谈上 他为五影村争取到了三维和六维两只为兽 但在此之后 五影村就在他的治理下逐渐封闭了起来 和外界未在有过过多交流 这也为后面小的程序而入买下了隐患 在第一次五影会谈上 配同各村影餐会的护卫都成了下一任营 唯独这位秘密演小哥被鬼灯换月插了队 变成了三代水影 究其原因就是以实力为尊的五影村 只有强者才配当水影 而换月就是当时最强的五影忍者 他拥有水火土雷 阴阳六种查克拉性质 擅长使用带游的特殊水盾 非常克制外裸的沙子 同时作为鬼灯一族的族人 掌握了水化之术这个神迹 分免一个是物理攻击 其炎斩技 水铁炮之术 也有着惊人的贯穿力和攻击速度 无限爆破人数 真为爆威 更是他的杀手键 此外换月还是个幻术高手 通灵兽大葛离 能利用水蒸气 折射光线 制造海市升楼 迷惑对手 只有借助物理感知手段 才能破解 可以说幻月的能力非常全面 幻月和他的死对头 二代图影吴 曾多次交手 最后两人同归于尽 但众所周知 火影社区不存在平手 所以时至今日 幻月和吴 谁更强一点 都还是粉丝间争论的骄傲点之一 三代水影 呃 这谁呀 名字都没有 过 陆影村一直有个传统 长老干政物 最像人家当水影 于是年纪轻轻的石仓 就成为了四代水影 在临死后 石仓将三位 轰迎进了自己的体内 成为了第二任 三位人助力 也是极少数 能完美控制围兽 且能与围兽 心灵相通的人助力 除了能使用围兽之力 他的秘术 水晶之术 能复制镜中之物 进行反击 最连名人的查克拉外衣 和奇拉比的交集 都能远风不动的拷备下来 机智相当优秀 毕竟是水影嘛 是得给一个高级点的水盾 才赔得上他 当上水影不久后 石仓就被带徒的幻术操控 任品摆布 虽说维兽 能帮助人助力 破解幻术 但要是维兽 也一起被控制了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期间 乌影村被带徒 搅得天昏地暗 流失了大量人才 直到亲在第三次 人家大战中 获得白眼 才帮石仓解除了幻术 不久后 石仓也随即去世了 想念不详 漫画和公事术 一直在强调 石仓的年龄很小 就连身高体重 也设定的 和第一年级的小学生差不多 但在博文转动画中 却洗洗了个村子 勾举神乐 让石仓的年龄沉迷 神乐是为数不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创角色 他也一直被大家给予厚望 盼着冷在漫画里转正 成为对标新戏的 下海人人水影 但动画组天生反骨 就爱和观众对着干 在动画第246集里 让神乐领了便当 草草下了线 学务时期 让无影村远起大伤 急需一位变革之人 带领村子走出阴霾 这个人就是五代水影赵梅明 他姓赵梅明 是影状少有的女性 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下 无影村才重现光明 但正因为收拾村子的烂摊子 耽误他太多的时间 让他错过了婚期 于是一切与婚姻相关的词汇 都让他十分介怀 31岁的他 虽风衣有存 却迟迟等不来他的白马王子 就连在无限阅读的梦里 都想要一位帅气的丈夫 但像赵梅明这种地位和颜值兼备的高质量女性 天生就会让一世男人望而却步 久而久之 赵梅明便把自己熬成了大龄圣女 失去了年轻时的风采 战斗方面 赵梅明拥有熔盾和飞盾两种血迹线戒 这方的少年篇上海能吹一下 但赵梅明吃亏在登场太晚 交手的对手太强 在战力捧场的后期 这两种血迹伤害不足 机制落后都显得很平平无奇 以至于在无影队般的团战里 赵梅明只能用水盾打到辅助 现在火影各大社区对他的评价 也从当年的吹霜血迹 变成了吹震之手腕 长石狼初登场与无影会谈篇 他害羞腼腆的性格 加上他副大东被宝伦耳罩 见得他还挺猛猛的 到了博文传 成为六代水影的长石狼 身高暴涨到一米七 见了和迷人同款的村头 还留上了胡子 再加上他的气氛裤和凉托 整体给人一种小老头的感觉 作为忍刀亲人众 双刀平叠的持有者 长石狼在疾风传里的表现 倒还可全可点 前有解放平叠 即非虚左左助 后有蓄力斩杀黑爵 即便这两次表现 多多少少都有点水分在 但考虑到他当时还只是个上人 没有这样的表现 已经很不错了 在漫画大结局 当长石狼以六代水影的身份 回坐在无影会谈桌子上时 大家也没有太意外 哪怕在博文传剧场版上以后 长石狼也凭借斩神术 控金式的表现 稳住了风评 毕竟其他三营的表现 也没比他好多少 控制敌人还是大头目 打不过那都是很正常的 但在博文传动画开播后 一切就变得不对劲了起来 长石狼这个在活影中 本就没啥存在感的小偷鸣 也不知道是哪得罪了动画组 竟数次惨遭毒手 被惨人迫害 先是教育晚辈 结果反备教育 被子没有隐及实力 再次发动大瀑布 竟需要让维莱帮忙挖滴一下水 被子丢了水影的脸 还有迷你场面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直接让长石狼口碑封了盘 开始被大家群嘲是无影之尺 这期间也不知道动画组 是哪根基不对 编剧竟给长石狼 加了个逆天设定 把他的双刀平叠 送给了原创角色 勾举神乐 这使得长石狼在需要战斗时 平叠经常没待在身边 在TV版 SIN前往一空间解救迷人前夕 长石狼叫了快递 紧急把平叠从乌云村邮寄了过来 我就搞不懂了 其他六把忍刀 明明都躺在仓库里吃灰 有什么必要 非要占用人家水影的忍刀呢 也是动画组想要捧神乐 准备把他当成长石狼的接班人 来培养也就罢了 可后面 为什么又要让神乐领便当呢 回了长石狼又不是按带神乐 你们到底在图什么啊 反正我是搞不懂这些编剧的老鬼路 虽然现在 大家都能精准区分漫画主线和动画原创 但原创内容 还是会在潜移魔化中 影响到我们对剧中角色的评价 目前看来 不容易专门画史 腾不出篇幅给长石狼的 那就只能寄希望于 后续的公事书来映台了 否则长石狼的风评将难以被扭转 作为忍者 长石狼的战斗实力可能存在争议 但作为村长 长石狼的攻击倒让人无可挑剔 在赵美铭开放大门 密切和外界的交流后 长石狼就接着大新旅游业 将无影从落后的小渔村 变成了繁华的大都市 现代化程度非常之高 在如今这个相对和平安稳的时代 能带动大家致富的影 或许比战斗实力强大的影 更受村民的拥戴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乌云的七把忍刀 哪把最强 相比没啥争议 但要是问哪把最弱 你可能就会稍加思考一下了 因为有好几把都挺垃圾的 很明显感觉出 案本的设计不用心 本期视频就结合 动画原创补充的内容 来解析一下这七把忍刀 给它们的强度做个排名 看看到底是刀强 还是石油热强 还有这里面 到底有几把刀 是在烂鱼充树 那么点个关注 开始本期视频吧 第一名 最强忍刀 那毫无疑问就是焦机了 有别于其他忍刀 焦机更像是一头灵兽 有着自己的思想情绪和感受 它会有鬼叫的死去难过 会被火盾烫的娃娃大叫 十分有灵性 招募归相片中 焦机随鬼叫一同登场 此时的焦机被绷带包裹 使用方式并不明朗 大体是以刀身的刀刺来攻击 在捕捉名人时 所展现出的吸收查克拉的能力 算是一大亮点 到了疾风转 这项能力被大幅强化 甚至过于夸张 能一口气吞噬查克拉 歪一状态的奇拉比 六根尾巴的查克拉量 并且还能反驳鬼叫 会能疗伤 十分强悍 和鬼叫合体成半语人后 能提升鬼叫在水中的速度和攻击 近距离接触到敌人时 又能快速抽干对方的查克拉 就连八位那么庞大的查克拉量 也能三两下缩到所生无几 也因此 大家都说鬼叫有一大半的实力 都在焦机身上 光焦机这把刀 但这样的强度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焦机诗篮的特性 决定了他是个诗力眼 是查克拉多 他就跟谁 有着叛变的潜在风险 这也对持有者的蓝量 提出了可可的要求 第二名 双刀平叠 平叠算是琢磨比较多的一把忍刀 在疾风传就曾有过两次亮眼的表现 一是在无影会谈上 常识狼解放平叠 释放出笔墨鱼状的查克拉气弹 击飞了开着排骨须坐的佐助 第二次是在四战大明战场 常识狼通过持续给平叠注入查克拉 大幅增加了平叠的攻击范围和力度 一刀便将黑爵劈成两半 由此可见 平叠主打一个查克拉附魔攻击 所以对使用者的查克拉量 也有一定的硬性要求 进入博人状后 平叠又解锁了不少新用法 但都万变不离其宗 其中古巴不俗的控制效果 算是扩展了平叠的功能性 同时作为双刀的平叠 自然能拆成两把来使用 只是没啥大的实战价值 在爱动画中 普世曾两次称赞过平叠 一是通过嘲笑常识狼 没把平叠带在身边 肯定了平叠对常识狼实力的提升 二是在常识狼的配件 被他的钩子打断后 他说要是用的是平叠 就不会碎成两半了 可见平叠的质量也非常不错 整体强度算得上优秀 第三名 雷刀牙 雷刀是七把忍刀中 为数不断的魔法刀 持有者通常会用雷电 抚抹刀身来近身攻击 同时也可以直接用雷电 远程攻击 还能引导自然界的雷电 加以利用 发动雷门 落雷 爆雷的忍数 人称小麒麟 在伯仁传中 黑楚文带还可以对雷刀 进行远程操控 甚至雷让雷刀 给自己施加雷之铠 大刀和雷影的雷铠 类似效果 总的来说 雷刀多样的攻击方式 兼备不错的辅助效果 强度在这七把忍刀中 算得上上层 第四名 长刀缝针 这把刀已经看不出什么刀样了 外形就是一根大号的绣画针 好在这根针 有配套的丝线 能打出一些灵活多变的战术 像是捆绑控制 远程穿刺 射险及埋伏 比起其他六把 只能正面作战的人刀 风筝的翻用性 要略升一筹 和雷影之术的像性 也更好 非常适合搞暗杀 且刀本身的穿透性也不错 一连观伤好几个人 都不成问题 第五名 盾刀 兜割 怎么说呢 这把刀要设计没设计 要机智没机智 就一把斧头 加一个锤子 尖定为案本拿来测误书的 使用时 一般先用斧头劈砍 迫使敌人进行防御 然后再补上一锤子 就像钉钉子那样 让伤害集中到一点 从而来突破敌人的防守 感觉操作还挺繁琐的 不过既然漫画里都说了 兜割能击溃一切防御 那我就勉强承认他伤害高 破防效果好了 只不过这样的强度 到底是基于刀本身 有设定支撑的份上 我就勉强把它排在第五吧 第六名 宝刀飞沫 如果说盾刀的机制不够新颖 那宝刀飞沫的设计 就过于做做了 它就是在一把刀上 镂空了一块 像入了一个卷轴 然后再配合卷轴 统领的奇暴符一起攻击 也因此这把刀 并不适合拿来长时间作战 因为奇暴符会有用完的时候 这把刀最精髓的地方在于 里面的奇暴符 必须要严格挑选利研制产品 这样才不会因为爆炸伤害太大 炸毁刀身 炸伤使用者 但凡选用的是这种质量的奇暴符 那就很有可能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最后一名 断刀斩首大刀 斩首大刀吃了上线太早的亏 在波之国篇章里 案本还没有引入人到情人中的概念 也就没有赋予斩首大刀什么额外的能力 它当时就是一把匐匐通通 方便帮在不战凹造型的大刀而已 并且它和在不战的适配度也不是很高 在不战常规的作战方式是 利用乌影之术封闭敌人的视觉 自己在无声接近进行暗杀 但斩首大刀过于笨重 比起短刀苦无之类轻巧的武器 并没有在暗杀上表现出什么优势 只能说在不战自身实力过瘾 斩首大刀的短板才没怎么暴露 后面在水月接手后 也没有感觉到它对水月的实力有多大提升 只是叫在不战 斩首大刀和水月的适配度稍好一些 毕竟水月可以一张水化之术 无脑吗 否则就会像博文传里的伟道巴说那样 扁人带刀一起被挑飞 到了四战 案本这才给斩首大刀新增了 吸收血液中的铁元素进行再生的特性 但众所周知 一旦当一名角色拥有再生能力时 那作者就会频繁给他安排断胳膊断腿的戏码 一展现他的再生能力 于是斩首大刀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多此断裂的情况 让人对刀本身的耐久度打了个问号 都说忍刀弃人众的实力有一半都在忍刀上 但斩首大刀或许是个例外 他对使用者的提升可能只有锦上添花的程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点个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